各位观众老爷们 大家早上好 中午好 玩笑好 我是国际解说 狗头齐 今天这一场的话将是由丙爷的老余家来对上第一方 叫方方people 他在之前SFL参赛的时候名字叫Haku 所以我们就叫他小白就行了 这也是我非常喜欢的环节 就是给各种选手莫名其妙的取个名字 这样的话有一个比较好的辨识度 不然真就记不住他到底谁是谁知道吧 那现在丙爷这边好像面色有点难看 有点发紫 然后紫着紫着就倒地了 方这边还按了一下VS 看起来一个非常像挑衅一样的动作 但实际上这是一个功能性的招式 他这个功能性的招式很显然在这个时候不是这么用的 这是个假招知道吧 所以他依旧是个挑衅 我们丙爷作为天梯十大高手之列 哪里受过这种气 接下来就看他接的受气吧 现在来到了第二等 现在小白这边是连续的在空中丢球 很好的封锁住了丙爷在空中的一些停留行动 这边一脚铲过去了 丙爷已经失去了理智 表示我已经不想再给你搞了一脚踩中以后一把EX火追过去 落下来继续压 却变变死了 有点秀 架中了丙爷的最后手的一个压制人 那这边应该是对丙爷的一个进攻套路有比较熟悉的一个感觉 一脚踩过来直接架掉 现在丙爷就爆炸了呀 这一波 被架了以后表示非常的伤 但我真的很少有见到方会去带这个VS2 因为这种架招皮疗心鸟 很赌 你要预判对手 但要预判不好的话 很有可能就自己做了一个很蠢的动作 人就没了 现在丙爷还有机会 没了 还没赶得上我说话的速度 对吧 所以这不是我的问题 我还没说出来他就没了 好 现在很快到了 第二只丙爷开场就直接想一脚滑过去 但表示还是比较难的 因为对手很有可能会在地上放一坨屎 那你不小心铲中了屎呢 你就要擦脚 你一擦脚了就会影响你的战斗 这边连续了两发前左脚去压一波 翻手一个头 头重 丙爷这边喷一口火 卡在板边位挑中掉把对手封下来 这里想要再用重拳拍过去的时候被对手拉掉了 问题不大 你可以看得出来在这个对局当中丙爷会打得相对更加主动一些 虽然他有在远距离按两下牵制 但那些都是封锁对手的一个发波起手动作的 更多的时候他还是要往对手脸上快速的贴过去 给对手来上那么一下 诶 丙爷你也看到了 对吧 让对手把毒放出来 丙爷就不能出招了 一旦不能出招对手就可以放毒 一放毒的话丙爷就非常的被动 那被动的话就赢了 现在就来到了第二单两边都是在一个有资源的情况下 小白这边有资源的话其实用处没有像丙爷那么大 丙爷这边要放倒对手 必须要靠这个能量才行 没能量是放不倒对手 这边手上有蝎了 丙爷一会儿要来请对手吃一个大火球对空 一波 倒地了 然后蝎子脚一波压制 以后连续两次打拆没中 丙爷这边是交了一手VR 一脚踩出去以后呢 踩点太高了 小白反映很快 第一时间先抢一手 再改一个头 丙爷晕点越来越高 面色也越来越差 这边 这什么东西啊 刚才那边起飞的时候 第一下打的正向 落地是个逆向 四个人都看不出来 而且还脸上了吗 这边 好骚的套路 丙爷也防不住呀 你换谁来都防不住 刚才那一手已经是将军了 丙爷这边也不熬C 要请他熬一个大火球 但我觉得他们这种高手一般是不太去做这种事情的 不屑 知道吧 这种事情干了就很蠢的感觉 一下子就失去了大师的风范 小白先戳一手 丙爷中角给中一个碎坑 一脚放倒 绝过去中圈点一下 中角拉开 对手这边还是想通过突进去放倒丙爷 但是两次能量一交呢 这边已经是没有什么办法了 最后想用中角去放 已经是把能干的全干完了 吃了个缺乏了 这样这一灯应该是非常难了 丙爷这边对于毒什么已经无所谓了 还是有所谓了 这边有一波压制 鞋子只要枪压 拿一个你向那边交VR 丙爷这里把对手弹开以后 血量上优势还是很多的 这一下中拳拍中了 那这样小白已经没机会了 丙爷这边只要给你换血就行了 你接下来毒是没法放的 丙爷就要随便一脚出去 还放毒了 丙爷这边想用火喷掉对手 显然不行 最后是一发中拳直接带走了 那这样的话是双方来到了第三局 我刚才突然发现他这个VS是有换过的 本来想他不是有架招的吗 架的架的不架的 现在丙爷这边又是拼香杀 哎 这一个重拳碎康吃的重伤 到板边了 想投 丙爷这边起身一个低空火 直接是躲掉对手一个头 反过来打了一波这里又是踩高了 丙爷这边很着急 但是他不这么踩的话也没什么很好的办法 就是要抢一个先手 能够抢到一下试一下 不管你踩中哪里 只要踩中的招就是好招 一个毒这边 只能走一个逆向 下重量放倒了 再绝过拳头 不错 一个轻角过去以后 小白那边反应很快 只能先抢出来 丙爷这边很难受 想要出拳脚各种被挡 这里一波火 要命了 两边都是可以到一个斩杀线的 丙爷这边被防住了 哎呦 小白你干啥呀 很着急 其实丙爷刚才那个防住以后 小白要稍微晚一点点这一手插出去 那丙爷就没了 但他插早了 他怕丙爷落地了可以防住 所以他想早点插 就心急插不了热豆腐啊 好 那现在就到了第二灯 开场直接就飞一手 丙爷这里反应很快 一个下重拳把对手先放下来 给到一个碎康 放倒 压一波 这里又是闪到对手的一个重拳 马上是反手一个 那这样小白已经也很难了 这里虽然有VTR 但应该是还不了了 丙爷这里已经把局势牢牢地掌控住了 掌控住了 这边VTR开出来了 一波放倒 球 然后这个正面 VR交出来 丙爷已经胜权在握 手上还有个CA呢 这怎么打都赢了 把CA喷出去 游戏就结束了 啊 这丙爷表示不需要了 一发中拳直接收走 那今天的这期视频也就到这边了 非常感谢各位观众老爷们的收看 当你看到这里的时候 说明你已经看完了整支影片 恭喜你 正式成为了一名具有国际眼光的国际型观众 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 记得要订阅我的频道 如果你不喜欢我的视频 那你只能是喜欢我的对不对 那就更加要订阅我的频道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